中国的治安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什么状况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公布的世界凶杀率数据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 2018年世界各国平均 每10万人中凶杀案每6.2起 中国仅有0.52起 在统计的9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八位 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 保持40多年的快速发展 为什么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 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 这是世界资本 是政治资本 也是法治资本 法治精神是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 动荡无法治 社会也难以发展 两大奇迹 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治国成效 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成就 也凝聚着人民法院定分指征 惩恶扬善的司法贡献 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法官专家 到中国法院参访 都称赞 中国司法文明的巨大进步 请不吝点赞